大家好,我是老五 今天老五的身体特别不舒服 本来今天老五是要停更视频的 最后老五想来想去 不管我们的视频怎么样 我们最好还是不要停 所以说今天我们继续更新视频 另外一个问题 老五还是要感谢粉丝们 不管粉丝们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支持老五 老五都要感谢 昨天的一期视频发出去之后 今天老五收到一位台湾的粉丝 通过这个汇款方式 给老五贵来一千块人民币 老五表示感谢 也表示感恩 就像刚才老五讲的一样 老五不光感谢这位台湾的好心人 老五要感谢所有支持老五 关心我们家这些可怜麻烦的好心人 谢谢你们 是你们让老五和我们家这些麻烦的 度过了难关 有了现在 老五特别感谢 今天老五拍的一期视频 和网上有一点不一样 因为这几天老五一直在思考 老五也是为了我们家这些猫孩子呢 就说有饭吃 我们这个犬舍我们这条路 能稳稳当当的走下去 今天老五在视频当中会特意给粉丝们介绍几只狗狗 让大家注意啊 也就是云铃鸯 哇 很久没跳舞了 让我开心一下 跳个舞给我看看 也让粉丝们看一下 因为现在老五的压力越来越大 因为现在老五的压力越来越大 我们家的猫孩也不断的增加 所以说呢今天老五会特意给粉丝们推荐 三只狗狗 四只狗狗 三只猜犬 有一只是刚才那一只我们家的旺旺 首先老五给大家说一下啊 老五推荐的是猪养 也是云铃养 首先老五会给粉丝们介绍一下这只旺旺 这只旺旺 好了不跳舞了啊 今天不跳了 给你开玩笑呢啊 不跳了不跳 不要离近头太近 你看 这只旺旺是两年前老五在狗肉菜上面救的一只猫孩 这只猫孩呢 刚来到我们家的时候啊 有很多粉丝说老五你小心一点 这喊事情的和别的猫孩不一样 特别调皮 好了不跳舞了 你听我讲话就可以了啊 你还几乎听得多认真哈 到最后老五听很多粉丝对那样说 老五真的有一点害怕啊 就老五就在网上查了一下他的质量 嗯有90%的人都那样说的 说这些孩子就特别调皮 又在车家了 惹事了乱七八糟 哎到最后老五发现 一天一天的过去 经过几个月半年一年 直到现在 老五发现我们家这只旺旺呢 还可以 老五说的可以和别的孩子比啊 好了很多很多 但是他们一点不惹事也不可能哈 毕竟他们的性格是天生的 我们要理解 那么下面老五就给大家介绍一下 他在生活当中 在生活当中大家一看就明白 吃着很肥 猫也很好 也比较活泼 特别可爱的一只孩子旗 现在我们家呢 特别好的一只孩子旗 身体也很健康 所以呢今天老五就给粉丝们推荐这一只旺旺 老五希望有能力的粉丝呢 好心人领养一只可爱又可怜的毛孩 目前我们家旺旺就是这样 老五给粉丝们介绍那三只柴犬 这两只柴犬有一个大柴 这一只是大柴 嗯这个是三柴 这一只是二柴 哦三只柴犬跑在一起了 大柴二柴三柴 好等的话我介绍你们啊 这三只柴犬呢 来我们家时间不是很久 这三只柴犬是怎么回事呢 老五去从市场哈 他是从繁殖场里面出来的 最后老五得出消息之后 老五发现他要马上去卖那个狗肉车 最后老五就把他救回来了 下面老五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三只柴犬在我们家的一个状况 这三只柴犬当中呢 其实说起来啊都特别好 他们已经不错了 为什么这么讲呢 两个柴犬的人都知道 他和那个喊着其他性格有点相似 也属于正常 但是你像这一只哈 这只是三柴 他们有什么不好的地方 嗯 首先是很可爱 嗯 特别懂事 比较听话 不惹事 比较好的一只猫孩 老五先给粉丝们介绍一下哈 就这只大柴呢 有一点那个啥 有一点小调皮 也说不上很严重 但是前段时间老五 已经给他做绝育了 老五相信经过老五给他做绝育哈 他会有所改变 嗯 没事的 大家也不用担心 前面中间这一只就是那个谁 二柴 跑掉了 就这一只就是二柴 这二柴和刚才老五介绍了一只三柴 他们两个很相似 他唯一不好的地方就哪个地方呢 太敲实了 老五也是变得花样 给他吃的 也给他打虫了 嗯 他也没有虫 他身体健康 他就属于这种性格 不过现在也吃肥一点了哈 大家也不用担心通过老五和惠友的努力呢 老五相信我们家二柴啊 和这个大柴一样 会吃的肥肚肚的 这只二柴和刚才那只三柴 他们两个性格是一样的 特别乖 玩就是玩 吃就是吃 休息就是休息 年代这大柴 找那个谁 找旺旺就玩了 旺旺轻一点啊 他需要你大 那么今天老五呢 就给粉丝们推荐这四只猫孩 旺旺 大柴 嗯 二柴 三柴 这四只猫孩 如果有哪位好戏人 据说喜欢这几只猫孩的话 和老五取得联系 老五在这里呢 也再次感谢所有的好戏人 对这些可怨猫孩的关心 那么老五会再重复的 给粉丝们看一下啊 他们的脸 嗯 以免粉丝们认错 这只就是大柴 大柴个子大一点 嗯 它的颜色好像深一点 它其实也挺活泼的 这只是三柴 三柴和二柴相比呢 它的嘴巴呢 大一点 短一点 啊 不要动了 给大家好好看 那多可爱啊 有能力的好心 应该领养吧 领养一只 就像刚才老五讲的一样 可怜又可爱 你看 这只是二柴 粉丝们 请仔细看啊 二柴的嘴巴长一点 颜色浅一点 哦 诶 诶